為了表揚在推展學校體育默默復出 和貢獻的幕後功臣 體育署值辦一零七年度 基有學校體育團體及個人頒獎典禮 從各縣市機關 大學 高中 國中 小學 和個人貢獻者 都受到表揚和讚許 選手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背後復出的人也是功不可沒 一共有三十九個單位和貢獻者 在今年的頒獎典禮上獲獎 其中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更是第七度 和連續第四年獲得此項殊榮 包括幫助在校的運動員 以及休閒運動的一般市民 打造更完善 更優質的運動環境 我們常說學生的體能 就是國力的一個重要 一個發展的一個指標 所以呢 各項的普及的運動 我們非常的重視 讓學生在學校找到 自己喜歡的一個運動種類 經濟區域是在臺灣 是從學校這邊來開始做一個扎根 那長遠來說 我們國家才有優秀的運動選手 代表國家去參賽 所以在這一塊 我們在學校體育在這方面 新北市政府也投入非常多的一個資源 體育是教育重要的一環 有了這些貢獻者的努力 才能打造出優秀的運動員 和建立起民眾健全的運動習慣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好 好 好